很高兴今天在花莲能够遇到公民记者 在非暴力工作坊和好奇宝宝 能够谈到所谓的友善社区双老家园的理想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想到推动友善社区双老家园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双老的意思 就是能够上下两代同时住进一个社区 同时在这个社区里面 有所谓的现在的社会福利支持系统 能够对我们的双老做一个支持 换句话说 现在我们的双老家庭都是分散在各地 非常可惜 我们能用的社会福利也都是分散的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双老家庭同时居住在一个社区里面 那么在这个社区呢 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就像以前我们的像眷村也好 或者是一个农村也好 那么大家是互相有爱 互相能够有事情的时候互相帮忙 那么这样的理想目前也获得许多的双老家庭的支持 甚至于卫生福利部也邀请了六都 也就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台中市、高雄市 那么也都能够推行这个友善社区双老家园 我们所期待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面 能够让未来要实行的长照法或者长照保险法 能够更有效率的能够发挥出来 而不是让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双老家庭各自分散 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花莲这块山明水秀 人情浓郁的一个好地方 能够建立起我们理想中的家园 那么现在呢 我站的位置是在明泉五阶 明泉六阶 还有明德四阶 所为的一个一块两千平国有财产署的 这个一块公有地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块公有地上呢 建设一个能长达七十年使用权的一个社区 那么这个社区呢 是由不只是双老家庭 也有一些是属于 自避震的成员孩子的家长 那么也都能够居住在一起 我们希望有百分之二十或者三十是这样子的弱势家庭 有百分之七十是我们的双老家庭 或者是支持我们的一些友善的家庭 能够共同居住在这里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看 那么这块地呢 过去是属于铁路局所有 总共呢 是大约两千平的一个福地 那么这块地 如果建设起来 它同时 我们希望有门落的基金会 门落基金会 或者是有其他的社会福利单位 能够进驻 也希望这个块地呢 将来是由一个我们所组成的合作社 共同来营运 共同来建设 共同来新建 那么我们所成立的这个合作社 叫做住宅公用合作社 住宅公用合作社 目前在台湾只有三个地方 在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社的理想 那么我们现在希望这个住宅公用合作社呢 能够担护起我们这一群 双老家庭 或者是有生长孩子的家庭 或者是其他的友善的家庭 能够 复起这个新建的任务 那么 住宅公用合作社 成立的话呢 成立的话呢 是属于工地自建 也就是像国有财产署 承租七十年的地上权 那么然后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把我们现有的住宅在卖掉之后 那么我们大家共同居住在这里 这里呢 会发挥我们花莲原住民部落 特有的互相帮助的这种精神 能够让原住民部落的这样子的精神呢 能够在这一块社区 能够得以延续下去 那么 未来呢 我们不仅是住宅 我们将来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有实体的合作社 比如说消费性合作社 有一郎 有孩子的教育中心 我们希望民法族的朋友 未来呢 也可以就地 照顾一些在地的孩童们 能够在教育上面呢 给他们帮助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这里是未来是一个多元融合 以及意义会产生碰撞的火花的 一块理想中的社区 那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能够共同加入我们 共创我们一个双老的未来 谢谢